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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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全世界史上的工人啊 他每天比軍人還要多 尤其是你在操作這種物件 他都會有噴射的東西的效果 而且有的時候呢 你只是站在旁邊看 你都可能會被攻擊 你知道嗎 嗨大家好 歡迎收看超音森少年 我們人類文明以來 總共經歷了兩次工業革命 這兩次的工業革命呢 它改變了我們的生活品質 美感 還有生活品味 在看我們頻道呢 你就能夠看到不一樣的工具的使用 還有不一樣的世界級的工廠 還有不一樣的工作機構 而你也會漸漸了解到工業的歷史了 了解完工業的歷史之後呢 你就會漸漸的了解到美術史 當你了解到美術史之後呢 你就會發現了 經濟學跟社會學 是在你生活當中無所不在的 所以說呢 我們這集要跟大家介紹 工業安全遠鏡 大家會覺得非常的荒謬 在你想要理解這些事情之前呢 記得要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打開你的小鈴鐺 然後按全部通知 但是呢 如果你工作沒有戴安全眼鏡的話 就算你訂閱也是沒有用的 因為你以後 你還是會看不到 安全眼鏡呢 其實它是每個工作現場 它都需要的 以前大家都沒有戴的習慣 不過現在你們知道了 要戴你 在美國據官方的統計呢 它每天 每一天喔 它是有2000個人 是眼睛會受到傷害跟受傷 還有私民的 當然也有包含到就是沒有被統計的 還有有一些眼睛受傷 但是沒有去就醫的 不過在這當中呢 當然有一半就是沒有戴安全眼鏡 另外一半呢 就是戴錯安全眼鏡 所以呢 在這一集我們會大概 很詳細的跟大家介紹 你在什麼樣的工作環境 適合使用什麼樣的安全眼鏡 跟它有什麼樣的差異 而在這一集呢 我們也請到了我們的新同事 來擔任我們的助教 還有在旁邊一起當成旁聽的角色 有什麼話想跟大家說嗎 好大概就這樣子 我們這個新同事叫什麼名字呢 昨天我們有請網友幫他取的一個名字 黑五四 黑素食 阿黑鹽 假日之兽 建州 好如果你有什麼想要幫我們同事取名字的想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歡迎大家幫他取名字喔 因為疫情呢 所以很多不是工業的朋友 你也去買了一個護目鏡了 但是其實護目鏡它有分成非常多種 不過與其要買 你不如先知道一下 然後再去買 以後說不定還可以用得到 歡迎加入工業 安全眼鏡的跳遠當中呢 你可以分成幾個種類 第一個就是顏色 第二個就是衝擊程度 第三種就是塗料 第四種就是競價 競價不是價錢 是競價價值 那種棒的有沒有 還是那種立的有沒有 差的有沒有 然後合的有沒有 接下來它的鏡片呢 首先它就有分成有顏色的 跟透明的 有顏色很多種 你知道你想像的顏色 有色的眼鏡 我們都喜歡戴著有色的眼鏡去做事情 有色的眼鏡到底是要幹嘛的呢 等一下我慢慢解釋給大家聽 透明的當然就很簡單 就是你可以防噴溅嘛 然後防穿刺嘛 或者是當突然有人要攻擊你的時候 你可以有一個有所防護 混啦 它就沒有防護 不過最重要的地方就是適合在室內所使用 透明的啊 我們一種最淺白的跟大家介紹一下 第一種就是 Secure Free 400 就是它旁邊呢 是一種這種軟膠型的 所以他們的眼鏡 特別在於都是用假的 其實不太是實際上用勾的 然後旁邊它有一個很軟 軟Q的彈性 所以你可以把它撈到這麼開 這樣子呢 可以戴起來比較舒適一點 再來買透明眼鏡 大家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它的弧度 它色素做得好不好 因為有一些弧度 它做得不是這麼好 你戴起來眼睛會暈眩 大家來體驗一下 其實好的鏡片你戴起來的時候 它的透度是非常好的 所以它不會讓你感覺好像 很暖油的一個薄膜在你的面前 有沒有 非常好 很好 來 我們讓同事體驗一下 來 這樣戴好 透明的眼鏡呢 它當然也分了非常多種 所以你看 連這種沒有耳朵的人 它都是夾起來的喔 所以戴一種眼鏡不需要耳朵 透明眼鏡呢 其實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 就是 我們在操作一些弓箭的時候 所使用的時候 它會有很多東西噴箭上 所以不管是化學的 還是做木工做鐵工 來 木工來 你知道嗎 全世界史商的工人 它每天比軍人還要多 尤其是你在操作這種物件 它都會有噴射的東西的效果 而且有的時候呢 你只是站在旁邊看 你都可能會被攻擊 你知道嗎 欸 你看 沒事 接下來呢 如果有一些朋友你是戴眼鏡的 很多人都問過我們這個問題 如果你是戴眼鏡的 要怎麼樣戴護目鏡呢 很多人都很麻煩 因為護目鏡 你就要去買一些有度數的護目鏡 所以呢 他們之後這邊就有推出一個叫 SecureFit 3700的護目鏡 就是呢 你戴眼鏡它你也可以 直接把你的護目鏡戴上 然後因為它的範圍非常的大 所以連這種大邊框的眼鏡 它也是可以戴著很服貼的 它旁邊這邊 後面有一種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的鏡架 有沒有感覺很像 再轉那個手錶 那個錶帶KKKK的感覺 所以你的鏡架呢 要記得是用在你的眼鏡的上方 因為它一樣也是用夾的方式去固定的 所以它就 不會干擾到你的眼鏡啦 你這樣甩 不掉了 那透明的護目鏡呢 就是適合在你室內日常工作啊 或者是不管是在晚上騎摩托車啊 然後大家都有小蟲子飛到眼睛 或者是被小沙子噴到臉的經驗 所以護目鏡它當然除了工業上使用 也可以用在你的日常生活當中 那既然有室內的一般 那一定有戶外跟夜間模式嘛 所以我們的夜間模式呢 就是可以使用這種 黃色的 各位是不是很常看到這種 黃色的感覺很變態的眼鏡呢 我們最喜歡戴著有色眼鏡來看大家的 很吵吧 黃色呢其實它很常用在 比如說你在汽車修護 我們把車子頂頂頂 把它頂到很高的時候 因為我們的光線都在上面 所以當你在汽車的底盤 你人在下面往上看的時候 你是屬於在暗部 暗面的地方觀看你的東西 所以黃色的眼鏡 它就是非常適合你在燈光照明不足 或者是你在背光的地方 然後或者是你在一些比較暗處小角落裡面 有點像是把你的光源更清晰 來體驗一下 好我們現在把攝影棚的燈把它關一半 有沒有 所以你在暗的地方 你還是可以把它清晰 那你把眼鏡拿起來 有差嗎 更黃了一點 會有顏色 有一定有比較清楚對不對 對就是有 總之呢不管你是在暗處工作 或者是在深夜裡面你要打小白球 或者是在下雨天大雨攀驊的時候你要開車 其實你都是可以戴黃色的眼鏡然後去看的 甚至你在打高復球的時候 你也可以比較快找到球 重點就是只要任何在燈光不足的地方 你都可以用它來補光 當然啦一定還有適合戶外工作的黑色 還有一個如果你是室內室外一直跑來跑去的人的灰色 大家看出這個差異了嗎 我在上個月的時候 就騎著重機 然後經過了我一個很常合作的一個公班的朋友 叫阿遠 然後阿遠就看到我 他就跟我說 我看你那個重機的影片 我看了我會去科 我也會去科重機 我說我是喔 應該是簡單的吧 因為大陸期末 我騎了很久的 老孩子 是50幾歲的朋友 他就說 我沒過 然後我沒想說笑他說 你怎麼沒過 就是以為是他直線加速沒過 還是什麼獨木舟沒過 他說不是我要體檢就沒過 我說為什麼 你體檢為什麼沒過 他就說他青光眼 因為我們長期的工作都在戶外 然後工底大太陽 所以他就很長期在外面工作 然後又會焊接 然後還有反光 不鏽鋼板反射 所以眼睛已經變變了 他就說他這輩子跟重機是無緣的 所以沒辦法考 反正記得這個影片 就跟大家說 趁你還年輕 戶外一定要戴護目鏡 不是 不只戴護目鏡 平常都常記得戴護目鏡 就是除了耍帥之外 更重要的就是他還有保護的功能 那3700這個型號 跟剛剛講的400最大的差異呢 當然還有旁邊的這個側裙的保護 除了我們從正面攻擊之外呢 我們在側面當你被攻擊的時候 或者是側面當你有不同的東西 飛艦上來的時候 你也可以好好的保護它 好比說 像我們做木工的朋友 各位10個做木工的朋友 9個你一定會用過釘槍 釘槍怎麼用呢 釘槍超好用的 各位朋友 如果你喜歡自己動手 DIY做一些有的沒有的小東西的話 釘槍一定是 你必須要去學的一個工具 在釘槍呢 我們有分成 大T小T F釘 然後什麼摩子釘 網仔釘 然後還有各種 有的是拿來打沙發的 有的是拿來打裝潢的 有的是拿來打裝潢的 至於關於釘槍的操作 我們有機會拍一集教大家 在釘槍的裡面呢 我們都會放出來釘子 不同的槍它有不同的釘子的型號 所以這個裝潢你要記得 那釘槍我們常在打裝潢的時候 它會用撞針的原理 然後把你的釘子 直接打到你的木頭裡面 就這樣 穿過去 所以說有的時候你在操作釘槍的時候 你會不小心往旁邊打 然後它有的時候 不一定會打到木頭裡面 它有的時候會從旁邊彈出來 會這樣 啪啪啪啪啪啪 這樣一路彈回來 所以當然我們人是血肉之軀 如果你的肉被打到 還是被穿過去的話 它會長回來 但是你的眼睛 它是長不回來的 所以這個時候護目鏡就會非常重要 而且護目鏡的耐衝擊程度也是非常重要的 對不起 我是金茶 所以說呢 護目鏡它基本上就是在 保護你各種從來自四面八方的噴射跟噴尖 所以有的時候 就算是老師傅在做 你是小學徒 站在旁邊看 護目鏡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因為有時候 你確定你的老師傅技術真的很好嗎 我想要試一個直接 我從正面它這樣眼睛扎下去 這樣打開能不能爆掉 爆了 但是你看它其實也擋住了大概一半 大概就插進去一咪咪一點點 但是有擋下來 不過應該還是有點小受傷 有吧 很痛嗎 果然正面的頂槍衝擊力還是很可怕的 我們同事失去眼睛 看怎麼辦 換你護目鏡 你真的太無情了 而另外一種護目鏡上面的專利跟厲害的地方 就是塗料 塗料能夠幹嘛呢 有沒有 不會起霧 我想接下來我們的人類文明裡面應該要 然後戴著口罩工作好一陣子 然後我這陣子去實驗室裡面 看到很多有戴口罩的朋友 然後講話跟我講話都會 到一半他會這樣 我跟你講 你知道我最近好快工作 我都越來越累 看了 看不清楚嗎 所以有時候工作起來真的 很煩 我有時候我都不知道老闆在哪裡 有塗料的眼鏡他就不會了 郭富城 起霧 起霧 起霧啊 不會起霧 對 就是不會起霧的眼鏡 那就是不會起霧 就是塗料厲害的地方 所以為什麼 有些人東西賣的比較貴 才是有道理的 就會讓你至少看得到你真誠的眼神 如果你已經戴眼鏡再戴護衣鏡 他還是會起霧嗎 他還是會起霧啊 因為我眼鏡沒有塗料啊 啊 購物錢 啊 哈哈哈哈 購物錢 好興奮啊 購物錢 但他消都蠻快的阿 他上面這個有透氣法 人家设计还是有道理的 人家会贵还是有理由的 我什么东西不买 太便宜的不买 总而言之呢 因为书院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所以如果你只要在上面看到 它有写scotch got 就是上面表示有涂料的意思 那这个东西它涂料不是两光涂料 所以你拿去洗 拿去清洁 你还是有防务的功能的 所以呢 无论如何随时随地 只要你的师傅在旁边工作的时候 你就记得戴上护目镜 就是尤其在使用杀人机的时候 更是要注意 接下来呢工作在身等 就是我们就要介绍另外一种 我们介绍gogogear 你这叫gogogear呢 就是gogo就是人家滑雪 滑雪这样 还是这样 滑雪 它这个是属于是全防护型的 也就是说呢 它除了在四周之外 然后它连 上面啊下面啊 然后 它本身还有一种就是耐冲击的效果 那它差在于哪边呢 就是后面 这个有一种是橡胶式的 就是它比较好清洁 比较好清洗 所以就是如果你今天你是会碰到一些化学材料 或者是化学喷剂的时候 如果你的工作环境 你会喷溅的东西会有腐蚀性的 那这种的橡胶的皮带就比较适合 那如果呢另外一种就是 布料的 就是布料就是我通常戴的这种 它就是比较有弹性 然后 戴起来比较舒服 这种呢其实也是在我们常常在干一些 比如说切剝鱼纤维 全身都像雪人一样的 还是你是做那种卡蹦 然后或者是你是今天是做 打那个水泥的 泥做工的 是破坏型的 就是它的喷射就是来自于四面八方的 那我就非常推荐你戴这种 GoGoSkill的 护目镜 然后它的护目镜呢 一样有分就是黑色 灰色 跟透明 全透明的 如果你是一整天 你需要操作 整天就是超过大概 6个小时 然后一直磨来磨去 然后不停歇的 那我就会蛮推荐你戴这种 因为 防护很重要 大家应该也看过我们在 IG上PO过很多 老外因为扎轮机切片 而受伤的影片 所以一样呢 老师傅带着新同事进来学习的时候 他总是会跟在你旁边 一起工作的 有时候很多人 会有个动作 就是他现在扎轮机切这些 好了 然后扎轮机往后甩 然后你的扎轮机 它还在转 这个时候你就会切到别人 曾经那个 洪老板的公司 他们有切扎轮机 切切 我这好了 然后转过去 然后你的旁边 一打我就会砍在那个 师傅的腹部上 总是在操作的时候 你都要非常的注意 最怕的时候呢 就是 今天你扎轮机 再切得多你的切片 直接滑到你的 眼睛的部分 大概像这样子 没事 如果你有被扎轮片 打过的经验 你就会大概知道 就是如果你有戴护目镜 你跟没戴护目镜 就是你的眼睛的 插具就会插在这里 我觉得你没事还是戴好 综合以上这几点呢 Stovo Ski 它这种的护目镜呢 就是可以适合你在你 每天就是 用着不一样的角度工作 不管你是要躺下来啊 或是趴下来啊 还是从高空垂掉的工作的人 都是非常适合的 它上面一定会有这种透气孔 也就是 它能够帮助你在排出热气 而它们最厉害的就是 一样是涂料啦 它的涂料又比刚刚的涂料 要再更高级了一点 你不用担心它起屋的问题 而且 我每次洗的时候 我就把它 就是肥皂水 这样拉拉的拿出来 就量力如心 叮叮 那总而言之 今天跟大家介绍的 这三类的护目镜呢 它都一样有分 不一样的镜面 然后不一样的 背后的支架 不一样的镜架 弹性的镜架 每个镜面呢 它都有 不一样的颜色 然后可以供大家在 不一样的工作环境下去 做选择 我们今天又花了一集的时间 让大家更了解 怎么样的工业安全 它的护目镜里面 有分出这么多的种类 好了 那我们身为一个 替工业的大家 某服役的频道 我们一样会在 这集当中 就是在每一组里面 都各 抽出三支 然后送给大家 所以大家一样可以在下面的留言 不管你是写下 有创意同事的名字 或者是你是写下 你的工作环境 为什么会需要 这样子的护目镜呢 我们 老规矩 一样 都会抽送 然后最后呢 都会公布在我们的 眼珠物 跟我们的IG 我们手上的肉它早晚都会长回来 我们脸上的皮 它也会慢慢的恢复 但是你的眼睛 是一辈子不会回来的 希望你看完这一集 能够跟注重工业安全 那这样子以后 你才能够 继续收看我们的频道啦 以上就这样啦 那我们接下来 剩下的时间 就来继续测试 我们的新同事 这集超新少年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气动顶枪呢 其实非常好用 但是呢 也非常的危险 我之前呢 有一个老师傅 叫宝哥 然后有一次呢 就把气动顶枪 挂在那个 楼梯上面 然后有一次它就往上爬 爬爬了之后呢 它那个线就往下掉 然后就这样子 砰 就打到它肚子 疯了好几针 好想见到宝哥 好想念它 总之丁枪 我们之后会再排一集号 跟大家详细介绍 非常的好用 但是危险等级 上科系 你知道用杀的机会发生什么样的问题 你知道做动工会发生什么样的问题 你知道在做双结棍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样的危险吗 我打超准的 你有没有看到我把他的顶枪打进去 还打一把 你知道一般人在外面做棒球棍的时候会遇到什么样的危险吗 Cat就是Creators in Taiwan 是为新媒体创造的所打造的全新平台 现在你只要下载HoneyVideos AV订阅Cat 就可以提早两个礼拜看到我们的全新影片咯 Martin